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在今天一大早召開了能源政策記者會 他定調要用專家的建議來這個參考 並且要以核減碳的方式逐步降低碳排放 更喊出要重啟核一核二以及核三 但其實侯友宜過去曾經喊出核廢料是新北的痛 現在到了選舉又變成支持了核能發展 就被批評啊簡直是自相矛盾 原本說七月就會提出完整的核能政策 等了一個多月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終於召開能源記者會 強調能源政策以專家建議為主 侯友宜同時提出五大主張 包括一律永續 以核減煤 邁向無煤 以氣成轉以及節能優先 而針對能源配比侯友宜要逐步降低燃煤發電 分成四階段二零三零減碳台灣 二零三零低碳台灣 二零四零五碳台灣 二零五零淨零台灣 要做到燃煤燃油加天然氣通通歸零 核一 核二 核三 喊出要重啟核一 核二 核三 但其實侯友宜過去曾主張廢核 民進黨質疑現在要選總統法家灣改變態度 難道侯友宜是被申嵐 其實他已經下定決心就是要讓 申嵐的基本盤來綁架 在公投曾經也透過以核養育的方式 那到底大家的民意都是還支持這個方向 那我們全台灣人都是生懶人嗎 定調能源政策要以核減煤 不過侯友宜曾說核廢料是新北的痛 如今又要重啟核廢料到底要放在哪 原來芬蘭都會把它顧外以後 打到核廢料打到地底下 然後美國也一樣啊 把它鑄成一個嬌廊 送到人機這個少的地方 把它打到地底下 一堆有處理的方式你要去面對 列舉各國當例子 但台灣怎麼處理 侯友宜就是沒給答案 擁抱聲嵐之後 核廢料的處理細節 將會是侯友宜的下一個難題 記者林漢廷 王一德 新北採訪報導